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机车的变形 听到分享 今天是我们第1700集的PAR1 我的话会先跟大家介绍一集的玩具 然后会在PAR2跟大家聊聊这100集以来左右的心情 那么今天这款3ZERO的Megatrol 我预定已经很久了 我可能拿到的速度也不是很快了 那这两天拿到之后刚好 其实之前也没想到说 它刚好会在1700集左右了 那我是一个09年入坑的人 所以这款09年造型的Megatrol 对我来说意义就非常的重大了 那不管从各方面来说 第二集的很多很多很经典的画面 像是丛林大战啦 这个OP呢 将这个Grimdo的这个头撕开啊 或者是这个Megatrol 从背后后入这个OP啊 这都是让大家呢 能够历历在目的一些回忆画面 那我这款玩具呢 拿到的话呢 被这个盒子有点小小的吓到 这个以和惠来说 这身的旧画是不是稍微过分的点 这个应该是第三集的样子了啊 因为第二集它身上是有一些秀实了 毕竟是重生之后 能量也没有补满的样子 但实际上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和惠还是 感觉是做的有点点 反正就像第三集的样子了啊 直接来上实体了啊 首先呢 我的眼部呢 已经让它直接发光 它的电池的话呢 本身玩具产品是没有附送的 你要自己去买啊 然后呢 它的一个触动的开关呢 在这个地方按下去 它就会灭掉 我们先看一下 没有灭掉之后的话呢 就真的是一副已经死掉的样子 就完全生无可恋的样子 好像已经成佛了 对不对 就是明明死了又死 一死再死啊 它死了很多次的一个Megadron 其实它的眼睛发光 透出来的部分呢 有点角度限定啊 只有特定几个角度呢 它的眼睛它会稍微看起来大一点 而且我一直觉得 它的左右两眼的大小 其实不太一样啊 我总觉得好像 这一次的眼珠子稍微大一点 这边稍微小一点 我是一透光的这个范围来判断了啊 那其实我初把这个玩具 从盒子里头 不要说拿出来了 我光是发生那个透明盖的时候 我就吓了一跳了 我说不是吧 怎么这么黄啊 这个配色在我的印象里头 是不是很正确啊 第二集应该还是比较接近于银色 或者是铁灰色 这种这身黄的话呢 还是如同我刚刚看到 和会的一个感想是一样的 这个应该是 毕竟应该是第三集的一个感觉了 绣化是 但是生锈是做得不错啊 确实是很好 但是这个底色 是不是应该要 应该要银色的成分要再高一点啊 这个实在是太黄了啊 这个甚至是有一点点 anyway 有点金色的感觉啊 我个人觉得这个配色 并不是我心中的那个样子 那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 它并不是装上这把大大钳子手的啊 我是直接把它换上这个大钳子手 而让我比较意外的是 它的发光呢 还真的是只有眼睛会发光啊 这个手炮的位置的话呢 里头的这里居然是没有得发光啊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可惜 然后这个武器啊 如果说能够做成收起来可能好一点 你不能收起来也没关系 你给我一个替换键啊 也不错 因为这个手 这个确实是个手的一个长度实在是太长了啊 我觉得有时候摆一些动作的时候呢 其实是会去稍微有点点去干涉到啊 这个背后的话 这个很大的这个推进器这个部分啊 这里头要是能发出蓝色的光芒的话 会更加的好啊 因为在电影里头啊 有很多它这个飞翔飞行的一个画面了啊 那我们直接的话 给各位顺利片看一下啊 这个龙虾背啊 这个部分真的是 也是属于这个3Z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啊 这个很好看啊 左右也可以动一下啊 摇转的话呢 是有几粗的关节啊 这样转动 你看吧 这个这个这个 你看吧 我就说我太长了吧 你看抵到地面了吧 你看啊 OK 那这个低头的看的一个样子啊 我已经提过了啊 能够低头的玩具呢 还能显现出它的一个高大啊 特别是它这个背包啊 这里啊 这个造型真的是没有话说 是非常非常还原的啊 然后这个大腿的部分也是很粗啊 而且它还有一个 还有一处的连动在这里啊 有点往后面动啊 前后动 它是有一个履带会转动的 我们在电影第二集呢 它刚刚回到这个飞船上的时候呢 有特别展示了一下 这个履带会动的一个画面 不过仅限于这里 而且范围稍微有点小啊 只有这么一点点的一个可动啊 脚也是一个大的根部啊 球形关节 这里的话呢 细节做得还可以 履带上的话呢 有一些干扫的部分 然后身上的话 这个生锈的部分 都可以看一下 玩具也是挺沉的啊 身上的这些 是轮纳什么细节 这个都是 基本上呢 就是都不会少的 那从课字里拿出的时候呢 这个油的味道 是稍微有一点重了啊 然后它的 这个赛星文字 这个上面有写一些 那赛星文字的话 刚好我会读啊 这个之前也给各位翻译过了啊 反正电影第二集里头出现的变影金刚身上赛星的文字呢 不外乎是两个亿载 一个是海质宝石两星企业 另外一个是 呼呼气都长得不算 你看都是谎话 那它身上的替换部件的话呢 是手臂 那这个手啊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啊 这里有一节啊 我没有把它插到底啊 这个大家也懂的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把它插到底的 啊不对的 是这个真的 我怎么堵都堵不下去 而且它其实是有一个防呆的啊 它这里面是有一个小 有一个缺口处的 缺口处是要对应它这里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凸 那我个人的话 我不喜欢那个大钳子手啦 我真的觉得那大钳子手其实 并不是很优秀啊 我觉得就是少了 太大了 这里有一个缺口啊 那这个缺口的话呢 就是对上面这个缺口啊 我认为还是应该要对一下啊 然后就这样旋转的方式把它给旋进去啊 那这个的话呢 就可以刚刚好的去插到底了啊 显然这个果然是做的比较适合它的啊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再来展一下的可动 那这里也是有一处的转折了 那这个部件的话呢 可以放下来 这个地方也可以放下来 放下来之后可以提供多一点的一个可动啊 如果说你有什么特殊的需求的话呢 你可以转动到 你可以稍微做个调整就是了啊 那两侧的肩甲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啊 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对称的设计啊 然后这里啊 脚的话呢 侧边这个地方 它这里这一块部件啊 它这里是可以打开 里头里头是有一个突跟到的结合 打开之后往上推啊 这样一来的话呢 才能够让脚的话呢 这个往上再提高一点啊 不然的话呢 去干涉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硬掰上推上去的话呢 我怕这个里头这个插栓啊 这个可能会断掉啊 如果它这个你掰的太用力的话 其实还是容易去坏掉的 那它还有几个替换了几个手啊 就是像这个啊 有一只非常张的很多很多只手的这个是把那个第二集把那个SAM压在那个手术台啊 这个部分 那这个默认的话呢 这一只这个应该是换到这只手了啊 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小替换啊 然后这个这个手臂这都是软胶的 没有没有没有多的可动关节啊 全都是软胶部件啊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下面的锈石的部分还是有做的可以的 那我们就把它给这个稍微的转上去就可以了 那右手的话就是比较少 还是比较粗一点 那我个人的话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张开的一个手了 这个有一点点这个像对你挑衅的一个感觉 那我就稍微也对比一下 我先前已经入了的这一款啊 同系列的这个OP 两者的那身高的话 其实Megatron会稍微高一点啊 如果我把它完全站直的话 这个老位会在个头位高一点 那体型的话呢也是比较大 这个我倒觉得是蛮接近电影里头两人的身高 虽然有看过一份资料说 Megatron是10米高 OP是8.5米 这个身高你大概可以类似于是 170公分的人跟200公分的人 站在一起的感觉 但是电影里头实际上显示出来 两者并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巨大啊 那其实我会毫不犹豫的买这个 Megatron也是有一部分也是因为 我已经买了同系列的这一款OP了 那这两款哪一个比较优秀 当然我会推荐你吧 如果价位是一样 我这个现在卖到时间我不知道 如果二选一的话 我还是会推荐你入OP啦 这个可能是比较经典一点点 而且它还有一个扩展的一个 也可以跟天火合体的一个设计 那这个腿的长度 你可以看到啊 当时我们说OP的腿太长 其实你这样切过来 跟Megatron好像也差不多啊 对不对 其实老位的腿也是很长啊 那最后的话呢我稍微对比一样东西 就是时光荏苒啊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这么多年过去了啊 这个是09年时候的这个L级的这个Megatron 你看两者放在一起啊 现在的玩具跟以前的玩具呢 主打的真的是都不太一样啊 其实各有其所长啊 我也没有说一定要缅怀说过去有多优秀 就每个世代每个世代的回忆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顺便的话呢 我顺便去翻到的这个是09年的时候 在台湾这个斯勒宾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杯子吧 这个很有趣啊 这个OK 坎克 机器人 坎克 机器人 OK 这个是算是纪念我一份回忆啊 1700级一路走过来 谢谢各位的支持 那这也很高兴呢 刚好拿到了这一款产品 作为一个09年入坑的玩家 不知不觉会玩了十几年了啊 我本来一直以为自己是很菜的 冰淇淋刚的粉丝 现在呢 你要说自己菜好像也不好意思了啊 毕竟也装不了嫩了 十几年的玩家 你要说自己很菜很嫩 这个就有点矫情了啊 当然很多东西还是需要跟各位学习 那各位在评论区或者是留言区啊 评论区啊 或者是你要发个弹幕干嘛 给我各种玩具方面的知识解说 真的都不要客气 你们可以尽管说啊 我都很乐意吸收各位的知识 这也是做开箱影片最初的一个目的 甚至也是它本来最开始的一个意义啊 就是透过分享 然后吸引同好 做各种心得上的交流 1700级呢 就给各位进到那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